刚才我们学习到了如何获取一个线程的ID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去创造一个新的线程 同样和进程对比的来看一下 创造一个新的进程呢 我们是用fog函数 那么这个fog函数创造出的一个子进程 它会同时复制副进程的所有资源 我在这里再给大家提一下 那么创建一个新的线程呢 它是用p算的-create这个函数 我在这里呢 把这个函数的原型给大家列出出来 我们来仔细瞅一下 它有四个参数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 第一个参数 我们从它的参数的类型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线程的ID 那么其实呢 它是一个新线程的ID 如果我们这个函数创造新线程成功的话 这个ID会由系统自动帮你回填 不需要你去关心 第二个参数 从名字上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属性的意思 线程的属性呢 包括调度策略 继承性 分离性等等 这些词呢 都比较陌生 在稍后的一节课 我们会具体的讲到 线程的属性都有哪些 在这里呢 我们用默认的一个属性就可以了 第三个参数 它很明显是一个函数 这是一个新线程的启动函数 那么新的线程 如果你创造出来的话 就是从这个线程来启动的 第四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是要传递给新的线程 我们创造出一个新的线程以后呢 可能需要有参数 需要传递 这是通过这个参数来传递的 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 假如新的线程 有很多很多数据呢 需要去传递过去 那么现在只有一个参数 如何去传递呢 大家应该会想到 我们去含用结构体这个方法 因为一个结构体 可以包含许多类型的数据 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参数 把所有的数据都传递给新的线程 最后看它的返回值 这是一个整数 如果成功的话 就会返回零 失败的话 就会返回这个错误码 关于错误码在哪里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我可以给大家找一下 那么错误码呢 在这个error.h里边 里边定义了所有的错误码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里边有许许多多的错误码 每一个错误码都有它的意思 你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 错误码101 它的红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原因是因为 网络不可达 是有网络的原因 还有很多许许其他的 错误码呢 都应该有 大家如果看不懂的话 可以去百度上 找一些文章去 有人翻译出来的 大家可以去参考的看一下 不过在这里 我建议大家尽量的去读英文版的 因为我们操作的过程中呢 很多都是英语的 大家尽量去适应这个环境 最后不要忘了 在编译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列接这个酷 P-Sand 这是个线程酷 接下来我来设计一个例子 去看看如何去创造一个新的线程 在这里边呢 我先把这个程序的整体框架给大家列出来 方便大家去写程序 这个例子里边 首先我有一个打印ID的函数 叫printID 它负责打印进程的ID 还有线程的ID 新线程的启动函数呢 我起了一个名字 sand function 它什么作用也没有 其实只调用一个打印ID的函数 然后我就返回了 组函数呢 先是调用一个函数 P-Sand-gong-crate 去创造一个新的线程 紧接着组函数也要打印它的ID 这个程序整体看来呢 是非常简单的 下面我们开始写程序 打开操作系统 那么在写程序之前呢 我们需要去读一下这个手册 看看我讲的是不是会有错误 P-Sand-gong-crate 当然了我是从手册上去讲的 所以呢 不会犯错误的 这里边主要涉及到一个现成的属性 因为属性这个东西 我们没有学在收获的课程才会学到 这里边我们看看属性 如何采用默论的一个属性 我们走到属性这个词 在这里边 看这个黑体加出了 如果这个属性用空的话 no 它是空 这个要素呢 就代表一个默认的属性 所以呢 待会我们写程序的时候呢 这个属性就附一个空就行了 它代表默认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写程序 我给它起一个名字 叫sand-create.c 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线程出来 我打开它 在这里边呢 我先写了一些注释 方便大家写程序 因为我们写程序呢 可能这个函数的每一个参数的意义都不记得了 翻过来去看手册的话 有点麻烦 我直接给大家写在这里面了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包含一个头文件 include apu1.h 那么这个apu1.h 我上几个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以后我程序都是这么写的 我们来再看一下apu1.h里面有什么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包含了我这几个要用到的 所有的头文件 以后我都会这么写的 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好 我们来回到这个程序来 这里边有一个函数 叫print id 我给大家传一个参数 传一些类型的 这个参数的目的在于哪呢 它是要传递一个线程的名字 因为我们主线程和新线程都要打印id 无法知道哪个线程打印的 所以我要传递一个名字 首先来两个变量 pid.t类型的 这个是一个进程的id 大家应该知道 它是一个无号的整数 接下来再一个线程的id pcid.t类型的pid 它在linux操作系统里边 也是一个无号的整数 在其他操作系统里边 可能是一个结构题 稍等再提一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获取id 那么pid它是进程的id 我们用getpid来获取 顺便再提一下 获取负进程的id是getppid 我这个人讲课就这个习惯 用到什么知识点 就喜欢重提一下 获取现成的id tid等于 pcid.gself 最后我们来把id打印出来就行了 printful 下来一个s 传递现成的名字 pid是多少 我们用u 它是一个无号的整数 然后tid 这个tid也是一个无号的整数 但是它比较大 所以我要用16定制来打印出来 它好看吗 0x 百分之x pid pid 这个函数呢 不需要返回什么 很简单 接下来就是我们新现成的名字 它是返回一个空心的 我给它起一个名字 pcid.gself 就简单的写下 发就行了 然后参数呢 它也是一个空的 我的心 它的内部要干什么 直接调印打印id这个函数 print id 然后呢 把现成的名字给传进去就行了 最后呢 它是有返回值的 这个不可以忘记 它返回的是一个指针 所以我们要强制的转换一下 好 新的现成启动历程呢 我们也写好了 接下来就是组函数 首先呢 来定义两个变量吧 pcid.gonti类型的 这个变量使用干什么呢 我们看到pcid.gonti这个函数呢 它第一个参数就是新现成的id 我们要回填 所以这里边需要一个id 代表的是新现成的id 然后我们来再来个筹码 int error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创造 现成了pcid 我先拿一个错误码吧 pcid.gonti concrete 对 找到新的现成 第一个参数是新现成的id 可以看到这里 它是一个指针 所以这里边我们要传参数 要注意一下啊 不要犯这种简单错误 ntid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它是一个属性 我们刚才在手册里面已经看到了 用空来代表默认的属性 传个空 第三个参数是新现成的启动历程 把名字传进来就可以了 sand fun 第四个参数是传递给新现成的 在这里边呢 我就先不传了 要不穿一个吧 毕竟是有名字的 对吧 new slide 好 然后呢 我们要判断一下到底有没有创造成功 创造成功 我们知道它反过的是零 所以呢 如果它不等于零 或是一个什么效果呢 创造失败了 啊 那么这个程序就没有意思了 直接退出 先打一句提示码 printful create new slide 创造新现成失败 failed 然后紧接着就返回了 接下来呢 新的现成很可能已经启动了 它是打印一个print id 那么我们的组函数呢 它要打印自己的id 我们来在这里打印一下 print id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组函数 main slide 加个门号 然后为了确保了新的现成 可以顺利的执行呢 那我先让组函数去休眠两秒钟吧 sleep 2 这个sleep它的参数呢 我们可以查手册啊 这个2是单位是秒 最后别忘了一个返回值 return 零 我们来看有什么错误没 先检查一下 print id 定买两个id 定义两个id 然后呢 获取id 最后打印出来 新现成呢 直接调用print id这个函数 然后给它传一个参数 组函数 直接创造了一个新的现成 给它传的参数呢 是代表参数的 它的现成名字叫new slide 如果判断一下有没有错误 错误呢 我们就直接返回了 如果没有错误呢 新的现成 它可能会执行 那么组现成呢 它也是打印自己的id 接下来我们来编译一下 编译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了 因为我们用上的是现成 需要链接现成库 -lpswet 这个程序的名字叫swetcreate.c 生成一个目标 来我们执行一下 哎 怎么没有反应呢 有点慢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主现成 它的id是 进程id 20834 现成id是0x 这么多 然后新现成 它的id是20834 现成id 这么多 我来改变一下它的格式 让大家好看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哪需要改变一下格式呢 在这句话应该加一个回撤 重新来执行一下 先编译 最后再执行 好 这个时候我们清楚的看到了 主现成打印进程id这么多 我们看到了进程id又变了 现成id这么多 然后新的现成也是打印进程id是这么多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现成呢 它的进程id是一样的 这就验证了我上面节课所讲到的知识 在一个进程里边呢 可以有多个现成 那么这些所有的现成呢 都是共享进程的id 所以呢 它们的进程呢 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里呢 给大家留一个思考的问题吧 现成的id如果它出了这个进程的范围 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其实这个非常容易啊 因为现成是在进程环境下产生的 一旦这个进程没有了以后呢 现成也就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个现成id 它是不能拿出进程的 出了进程就没有任何意义 最后呢 我看这几个还有一个作业 OK 首先我们来先回顾一下吧 作业不着急 我们这一小节课呢 主要是先获取的现成的id 用pcine的r-self 获取到的现成的id 然后呢紧接着就创造新的现成 然后呢 用pcine的刚亏的这个函数 要主要是我们用默认的参数的话 第二个呢是空 就采取了一个现成默认的属性 最后我们有一个例子 刚才讲了 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给大家延伸出一个作业 别写一个应用程序 创建一个现成 想给现成的处理函数呢 传递一个结构题 然后新的现成将收到的数据打印出来 这个作业的代码呢 我下节课就会公布的 这一小节呢 差不多就这些内容吧 好 好 好